Hello 大家好 我是瑪莱Karen 公阿韻 很久沒有拍馬來西亞餐廳的食評片 今次就是新年後的第一條片 我會繼續介紹更多好吃的馬來西亞餐廳給大家 所以大家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距離我今年的目標十萬的subscribers 我還有六萬那麼多 所以大家快點去subscribe 還有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Karen Kong Music 今天是星期一 我來到大埔 要吃一間大埔唯一的馬來西亞餐廳 其實大埔的朋友沒有其他的選擇 只可以吃這一間 那我們現在去試吃 Let's go 又是吃榴槤的季節 有馬來西亞榴槤園直送香港到你家門口 除了有新鮮的圓隻貓山王之外 都有不同品種的400克真空包裝 保證新鮮和品質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以下的link訂購 讓我們看看它的菜單 雖然它是一間星馬菜餐廳 不過它也有些港式的粉麵飯 它這裡的招牌就是它的毛骨海南雞飯 有拿過新加坡大獎 它可以選擇走地雞或者是普通雞 也有勒沙 肉骨茶 還有看來好像新馬式的黑豉油拌麵 價錢是五六十元一個套餐 加一點錢也可以加一些小食 例如是雞翼、沙爹等等 好,我們進來坐 看它的店鋪裡也不是十分多人 也有人在這裡吃 而且它的裝潢比較像是cafe式茶餐廳的感覺 播放一些很輕的音樂 Jazz music 店鋪其實也挺大間 所以坐也比較寬敞一點 所以也挺舒服的進來 它晚市有新加坡的火山包 類似辣椒炒蟹的味道 甜甜酸酸的那些 也有藍蝶花的野漿飯 不過要晚市開的時候才有 所以我們來下午就沒有這些食物了 先嘗嘗它的小食 又是點了satte 這個是雞的satte 它沒有跟醬 它已經淋了醬上去 淋上去其實也算是多 整條satte都鋪滿了 很香的黃薑味 還有一點點辣 是黃薑味的味道 它這個satte汁是偏鹹的 馬來西亞那些可能會再甜一點 它這個就沒有那麼甜 它是比較鹹一點 我挺喜歡它沒有椰奶的味道 它的雞是比較熱的 你看到它是有黃色的黃薑咖喱 這種的顏色 不過它真的燒得不太好 馬來西亞那些燒得有點焦 然後又比較硬 不過它的雞呢 真的是juicy和滑的雞 都挺好吃的 其實它有沙醬 因為它的雞肉本身呢 很漂亮的雞肉 雖然漂亮的材料呢 我覺得做的東西比較好吃 撇除它 正不正宗來說 我們就叫了南乳雞翅拌麵的 它的拌麵 就有三個雞翅在裡面 就有一些豆腐泡 它就用了一些黃麵 接著它拌麵的底 這個呢 我覺得是值得去說的 就是那些我們馬來西亞那些黑色的 黑醬油的拌麵底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非常吸引 因為很少在香港呢 可以找到一間呢 是真的有黑色的拌麵 它跟一個呢 類似這樣的湯的 很像呢 在馬來西亞 或者是新加坡呢 吃雞飯 或者吃麵 都會跟一個清湯的 所以試一下這個湯 這個湯令我真的 感覺上很家鄉 這個湯好像馬來西亞 跟麵的湯 清淡淡的 不過都很像 我們試一下究竟這個味道 是不是跟馬來西亞的味道一樣呢 拌麵先吧 這個味道很熟悉 好像馬來西亞炒麵的味道 它的味道是什麼呢 就是比較偏甜的拌麵 它又不是太過濃的 和麵其實都挺香的 像是 馬來西亞的那些 拌豬肉碎的那些麵的感覺 大約是七成似的味道 是比較濃的 這個呢 就沒有那麼濃的味道 它的豆腐粥呢 做出一些醬汁的味道 它的南乳雞肉很香 有牛油味 也有南乳味 這個挺好吃的 這個 其實它的味道 是OK 好吃的 香港人的話 我都會喜歡 有牛油味 森巴醬通彩 它也挺多森巴 在表面那裡 好吃 我們的通彩是脆的 然後很爆水 整件事都挺惹味的 都挺馬來西亞的森巴 好像那些呢 我們經常去吃炒麵 我們會要一碗森巴醬 這個味道 也就是那個森巴醬的味道 有一點點辣 中小辣 雖然是星馬的店 不過又看到有珍珠奶茶 是非常之開心 所以我是一個可以當珍珠奶茶 是一餐的人 好滿足 都挺特別的 這間店 突然間有一個珍珠奶茶 可以點 這個呢 就是他們這間店的食材 雞呢 就是一個重點 它可以選擇兩種雞 一個呢 就是酒地雞 第二個呢 就是普通的海南雞 我當然選了酒地雞皮 比較好吃 它這裡有什麼呢 就是有一碗湯 然後呢 有這個 不同的醬 黑豉油 辣椒醬 還有薑蓉 它的雞呢 它的皮 你看到是偏 白色的 不是那些黃色的雞皮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大分別 這個就是它的油粉 它又送了一碟 開圍菜 好 我們 它的主角先 我們現在試一下它的雞 我先試了原汁原味 好滑 哇 雞肉好濃 皮呢 還有肉呢 都是彈牙的 又滑一點都不是 是用了那些冰火的 處理的方法 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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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筆留神 它又偷吃 好吃嗎 這個雞 這個呢 雞胸肉 那我們試一下 假如試黑豉油 看看是不是那件事 雞胸也不好 是不是黑豉油 是那些黑豉油 好 我們試試它的辣椒 辣椒是比較稀 這些辣椒 我會很喜歡的 清冷色的那些雞飯的辣椒 其實是稀的 不會太濃 真的馬來西亞的味道 很好啊 辣椒 現在試一下油飯是什麼味 不會這麼鹹 它是很香的 雞油蔥蒜的香味 都在這裡 但是呢 比較乾一點 而且呢 裡面還是硬硬的 那些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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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吃飽飽了 我們吃了165元 我們點了兩個餐 那些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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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數二的海南雞飯 走地雞 非常之好吃 而吃完之後 哇 真好吃 原來是真的有很大的分別 跟其他雞的話 因為皮本身 你都吞得下 不是太肥膩 而且彈牙再加滑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都會推介它的拌麵 我撇除它是否正中 它的味道其實挺好吃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試它的拌麵 CP值來說是非常之高的 不過它本身就是大埔 你要特意進來大埔來吃 我覺得是有點軟的 不過如果是這個價錢的話 對大埔的一些街坊來說 我覺得是值得吃的 有我們的主食 然後再加一個小菜 20元 還要這麼大碟 20元一杯珍珠奶茶 或者出去都不止 所以我覺得都非常值得吃 我的Vlog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Vlog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如果你想follow我IG和Facebook的話 記得follow我Karen Carl Music 我影片下面有一個鈴鐺 記得按一下 我出新片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了 我們下一條片見 Bye Bye